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逃不过我的神剑 爹 刘姐姐太医受伤了 快请太医给刘小姐疗伤 是 来人哪 扶他们进去 他是假戒震灾 无名钓鱼 急于建立自己的威望 骨子里却图谋不轨 谁想一举篡夺朝中大权 大哥 你不是又想对付纪人杰了吧 是他想对付我 此人不除 你以为我的安危只靠你的剑 就能保护得了吗 大哥和纪人杰愿意斗得两败俱伤 我无力阻止 但是我绝不会让天灵 成为你们这场斗争下的牺牲品 二叔 请你陪我去纪家 二叔 我要亲自向纪情道歉 一个女子都能提取鸡鸣 为托彪去送粮到各地 我如果连道歉的勇气都没有 那真成了纪情口中 毫无男子气概的孬肿了 好 用于承认错误的男人 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二叔陪你去 好 走 将军请放心 纪小姐只是皮外伤 伤了药不碍事了 卢奎那位柳小姐仗义相救 柳小姐情况怎么样 刺客出手虽重 可是柳小姐以自性之血 现在几乎无恙了 无恙 我亲眼目睹鲜血染红了她的衣袖 爹 您现在该相信我夸刘姐姐不是吹的了吧 柳小姐不顾个人安慰救下小女 不让须眉的气概若身为男子 绝对是出将入下的朝廷动量 爹 我练剑骑马样样不比男人差 你差远了 不文不武 不男不女 师父 我求求你 我受过了不男不女的 我求您把我调调成男人 要不就把我调调成像您一样的女人吧 好 酒席已经准备好了 柳小姐是晴儿的救命恩人 也是今天的贵客 对 恩师 请 医父 刺客没抓到 没抓到刺客 是 那刺客轻功十分高强 他骑马逃逸 就像是窜进了云霄当中 我们大姐小巷都搜遍了 只是 我一定会加派人手 继续搜查 一直到抓到为止 爹 就算他会飞 也逃不过爹百步穿羊的毒箭 那个刺客啊 他死病了 好 我们吃饭 师父 我们吃饭吧 来 来 来 尝尝这个 这个好吃 柳小姐好奇万千 连我这大男人都服了你 听说季将军有百发百重 箭无虚发的本事 什么时候能让我开开眼去 义父 岳天灵和他二叔在外面求见 他们说是专程登门向小妹道歉的 我不接受 恩师是见过他对我的嘲弄和侮辱的 一个女孩子家 如果能有男人都起不上的度量 岂不叫男人无地自容 嗯 是 这丫头啊 从小狂傲自大 谁也不服 要是能得到柳小姐这样的良师教诲 那可真是他今生的造化 听秦儿提起 柳小姐呀是一个人生活 肯定不容易 可有嫁人的打算 苗 不知季将军正在宴客 岳笛和小侄改日再来 改日一样不受欢迎 还是道完倩再走吧 我为那日在擂台上的鲁莽 无礼向季小姐道歉 我以记请老师的身份 接受岳公子诚意的道歉 天临那日出言不逊 也冒犯了您 请您原谅 在下岳笛是天临的叔叔 不知老师如何称活 必姓柳明朗岳 岳大人好 刘朗岳 刘朗岳 刘小姐不像是本地人 咱们似曾相识 朗岳出来此地不久 应该从未见过岳大人 希望两个年轻人化解误会 日后能够和睦相处 岳笛和天临告辞了 季风 让我送客 是 两位 请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看赞 现在永恒我们三国 非常之高 Phillip 这慈雄双剑 随本王南征北战 菲儿妹妹是德飞的孪生姐妹 如今都赠予我朝第一武士 隋岳将军出征了 二弟 由宝剑佳人相伴 大哥祝你齐开得胜 早日凯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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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雅王说了 绝不让女人随军出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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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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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不允许任何女人 披着这红盖头 在我之前嫁给你 你快现身哪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穿成这样干什么 你新娘子的花椒抬起岳家那日 我就用这身打扮 躺在棺木里抬出一家 这是岳家的喜事 不是我岳敌的 岳敌自小丧摩 要不是为了带我如七娘的大嫂 和我们岳家唯一的香火天启指儿 我是不会奉平遥王的指令 娶于妃公主的 你大哥也贵为王爷 会畏惧一个平遥王 连自己七兄弟的终身幸福也葬送不顾 平遥王是最受当今皇上倚重的 他要逐灭一个王爷九族 那是易如反掌 我岳敌的幸福失效 害他岳家上千条性命被葬送 那样的话 我岳敌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兰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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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找刺客 大夫 一定认得出这是剑伤 顾不了那么多了 你中的是毒剑 一定要看大夫的 带了他走 师父 我总算把女神医请来 给兰医看病了 快请进吧 他受伤了 不 他只是受了风寒 这是受了风寒吗 不要影响 童大夫给兰医看诊 师父也知道 他姓童啊 女神医童大夫的名声 早就近人皆知了 应该只是水土不服 再加上受了点风寒 季小姐 这里有我 你放心 先回去吧 师父 我想留在这里 你认我做师父 就得听话 你先回去 回去吧 我 哇 他中了季人节的毒剑 为了能尽快得到 季人节的信任 所以兰医 才乔装刺客 挟持季秦 让我去退他立功 我可以将随身带的排毒灵丹 给他服下 等毒素被排出体外 血气通了 人就会醒过来的 她的手开始温热了 你尽量给她保暖 我现在回药庄去 配几副清洗的药 我和兰姨相依为命 你救了她 就等于救了我 既然是相依为命 那么庄主心中的仇恨 难道一定要兰姨付出性命 才能够化解吗 纪家那一代代救人命的米粮 只要上了飙车运出了城 任何一代 都有可能叫这个纪大将军 身败名列家破人亡 我说二弟 你只知道真刀真枪的叠血沙场 却不知道按时计谋更有效 有的时候不费一兵一卒 就能大获全胜 我再跟你共伤大计 你怎么一个字也没听见去 大哥一贯独断专刑 还用我参与意见吗 你不是带天灵去了一趟纪家吗 怎么回来就跟丢了魂似的 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在这世上 还能有如此令我心身荡漾的人 当年你出狱溢水云的时候 你的眼神就是如此的魂不守舍 你刚才说 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叫你神魂颠倒 难道易水云他 当然不可能 刘朗月和易水云完全是两回事吗 狂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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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蝎一水云已经死了 他该死 我就不相信他还厚颜无耻地活着 我回房了 二叔 我在等你将我射箭呢 该日吧 天灵 你来 爹有话问你 天灵 今天跟你二叔去季家 见到什么人了 我是讲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女人 一位季晴辛的师父 我是说女人 她当然是女人 而且还是个绝色美女 连季晴那个小魔女 都对她心服口服 我猜那位柳小姐不但身手不凡 学识想必更加渊博 难怪啊 连二叔都对她动了心 二叔临走的时候 还直愣愣地看着她呢 我从未见过二叔如此失态过 一定是寄人节用的美人计 提醒你二叔防着点 可惜啊 可惜啊 你的美人计 狠不过我的借道杀人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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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原地休息 修计 原地修计 原地修计 师兄 我们一趟又一趟保镖送粮 我都受够了 究竟等到什么时候 是不是才让我们隐身进攻啊 师父都等了二十五年了 你要我在镖局干二十五年啊 那我宁月啊 变成一个屁 进吧 你又违背师父的命令 滥用隐身术 马上给我现身 我是屁哦 屁股有味道 没法现身的 你这猴子 再不现身 我就 喂 金毛 你别溜远了 我还没有什么 你站在这里 我都会认为我 要不断了 我还要先走 我只想走 我去不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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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让开 让开 除了标主 谁也不能碰车上的梁带 那你再回答我一次 这里面究竟说的是什么 是赈灾的米粮 若真是不值钱的米粮 你会拼死护着它 既然是寿命保镖 每一粒米都比我的命重要 谁要是敢阻拦 格杀无论 进城 快闪开 反不着为一带米 白白送命 你再说一遍 保的是什么 连人带遭物 统统给我带回顺天府 是 走 押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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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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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蛋 抗蛋 走 抗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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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父 倾包 由于这次搜出来的银两数目太大 以教由顺天服饮韩大人审理彻查 这一种标局怎么说 我交给他们的是百米怎么变成银子了呢 这种节骨眼上那些闹种标师只求自保 还有谁敢仗义直言 尤其密告义父的罪名是聚资谋反 约情 你够狠 说 银子哪来的 说不说 你说不说 快说 不知道 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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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是你 你看是不是 不知道 不知道 知道 不知道 人子是哪来的 好了好了 听手 把他们全押进大牢后审 是 在那儿 放开我 放开我 顺天府衙的吕师爷有话问你 把头抬起来 你将 金城 金城 你看清楚了 这白米怎么会变成白花花的银子 它没有变 我们义政标局保的是白米 它就是白米 有人密告 纪人节利用运粮将现银运往各处据点 然后 驻兵器 制我要 准备伺机叛变 躲我朝廷大权 我们已经逮到了他的同谋 你不举认他 就是共犯 你只要在申堂审礼那天 向我们顺天府尹 韩大人指认每辆粮车上的米 都是冀家自己派人装卸的 审完以后 你和押在牢里的其他标识都会当堂释放 而且你因为破获叛党有功 朝廷还会大大的奖赏你 金城 你老实说 是不是既然姐威胁你 要你拼死保护粮袋里的银子 所以 官兵搜捕你时 你才抵死反抗 我的标主是最爱民的好官 我宁死也不会被奸人利用 诬陷他叛国 嗯 给我用刑 直到他改口为止 师父 师兄在牢里 被言行逼供 他 他已经快没命了 分手之前 我不是说过吗 只有我能找你们 你们不能找我 师父 师父 要不是我受了伤 我早就亲自去劫狱 也不会跟傅儿一起来求你 庄主 不用再去任何人 我跟你一起去 你隐身进大牢 我在外接应 没有庄主首肯 别说金城受了伤 无法隐身 就算是金宝进得了大牢 以金城耿直的烈性 他绝不会为了保命而越狱的 傅儿认识金城才有多久 他都明白 能救金城的只有你 求你看在这孩子 从开口叫你师父 二十五年来 从未违背你的忠心的份上 就算 牺牲金城的性命 也不能牺牲我的复仇计划 都怪我 都怪我 我不该隐身离开车队 要不是我偷懒睡着了 师兄也不会一个人被抓 要受刑 要处死 我们兄弟都要在一起 怪他自己蠢 他只不进一个标识的愚忠 他冤死在牢里的话 我记错在他身上的期望 就全完了 没错 他是愚忠 因为金城 不只对你这个师父忠心 他更忠于自己的良知 如果让他跟其他标识一样 为求活命 诬陷无辜的人有罪 他做不到 而你 只为复仇活着 任何人的性命 都只是你复仇的工具 这就是你们师徒 最大的不同之处 你说过 我就像金城和金宝的亲娘 有做娘的 弃自己孩子的生子于不顾吗 庄主 对不起 都是我害了师父 我是个不争气的儿子 几人节 一定是被月亭陷害的 他们俩龙争虎斗了一辈子 眼前 对金城最不利的事 月亭为了 替死去的大儿子报仇 不会放过这次 除去金城的机会 所以金城只要肯使有隐身术 谁能拦得住他进出大牢呢 万一被月亭发现金城会隐身术 金城更危险 还会连累 还会连累 不管连累谁 为了救金城 过不了那么多了 总之 绝不能暴露金城会隐身术 想其他法子救他吧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听彪局的人讲 再过两天 会由顺天府尹亲自开堂审问 要是月王爷勾结府尹大人的话 金城还会有活路吗 干脆我直接冲进去 杀了月亭的魔鬼 二十五年来 你每天都可以跟他同归于尽 我有办法了 只有我才能救金城 你的武功还不如我 你只会耍毒风 难道你要带毒风去衙门做法 为了救金城 必要的时候我会这么做的 大不了 我陪金城一起死 至少 我会再连累任何人 我会再连累任何人 福尔 要是我没有料错的话 你是要去找金人杰对吗 嗯 我要请求纪人杰 让我上堂做证人 揭发月亭想同时除去 纪人杰和金城两个眼中钉的毒计 我不怕危险 我更不怕月亭 只要庄主和金城安全 不怕月亭 你放心 在攸关金城生死的时刻 我绝不会为了掩饰我真正的身份 而且我也不会否认 跟金城的师徒关系 必要的时候 我会跟你一起站在公堂上指正月亭 金城最懂得感恩 即使牺牲性命 也绝不会连累对他恩仲如山的师父的 世上最感动人 但也最伤害人的感情 不是恩情 而是男女私情 往往爱得越深 伤害就更深 你跟金城的爱 早已超越了生死 但愿你们比我的遭遇要幸运 永远不会彼此伤害 父儿 现在我无法阻止你为金城做什么 不过我和兰姨 都会尽力在你身后保护你的 王爷 刚才顺天府的吕师爷送信来说 义政标局那帮孬种标尸都用银子封上了口 除了 我的银子一向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纪人杰谋反的罪名是被我栽定了 老五的话还没有说完 义政标局还有一个标尸软硬都不吃 一口咬定纪人杰是清白的 他说梁袋里的银子与纪人杰毫无关系 他还留着他坏事吗 叫吕师爷赶快动手 来不及动任何手脚了 所有个案情有关的证人 顺天府韩大人一早已经下令 今天全部押往府押 等待后天开堂审问 又是韩佑 这个人一向刚直不阿 他是个出了名的清官 不过一个标尸 不敌重口 大哥 律师爷原本想下重金收买这个标尸 可是他的意志比铜打铁柱的还坚定 后来老五才打听出这个标尸叫金城 他就是杀了天奇 又扛着野狼来砸灵堂的那个凶手 我据捕他这么久了 我以为他飞上天了 这下正好 只要找到证据 金城就是寄人节谋反的共犯 我的借刀杀人之计就用对了 一时二鸟将他二人一块儿奋斩 一时二鸟 二时四鸟 大哥就算出尽了所有的心头之患 今生你就能高阵无忧了吗 老五 今天晚上你带信给吕师爷 告诉他事成之后 我再追加他一万两银子 告诉他见机行事 后天开始舞弊 为武 根据义政标局六名标师共同指正 是你跟标主勾结 以偷天换日手法 把百米换成金银 运往不同乡镇 作为叛国资金 本府问你 认不认罪 这全是无凭无据的诬告 金城绝不认罪 你可有凭证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头上三十神秘可以作证 金城聚聚实情 尾师爷 季将军到 大人 下官正在问案 不知将军到此有何刺脚 韩大人 你尽管继续问案 我不请自道 为的是厘清 诬告我寄人节的不识罪名 纪将军严重了 本官只是小小服饮 就算将军有罪 也该由大王派钦差 亲自向将军问案 好 你不敢问我 我就问你 是谁 在葬我寄人节运的事 谋反的银子 而不是身材的粮食 这是议政标局六名标师 画押的供词 他们同声指控 这名叫金城的标师 受人唆使 将银子装进 继府委托保镖的粮车中 这小子是谁 我和他素不相识 小民金城也是头一次见到纪将军 所以不论堂上堂下 都坚称纪将军是赈灾送粮 宁死也不会被他们收买 诬陷纪将军莫须有的罪名 你小子挺有担当 韩大人 你要查就先查那个月庭 我也向上人头保证 这一切阴谋都出自他那个小人 请韩大人 现在传他过来和我当堂对质 安清就会许落实出 我来了 我早就在堂外候传了 韩佑给岳王爷请安 韩大人 军人杰点名要跟我对质 好 那我就当堂指认他的罪证 为了保王护国 我早就派人跟踪他的粮车 搜查他的罪证 他就是被军人杰雇来运送银粮 私造兵器之人证 我根本不认识这小子 跟他肃无冤人 我的确不认识纪将军 但是我却认识岳王爷 因为岳王爷是我为不共戴天的仇人 半年前为了自卫 我失手误杀了他的大儿子岳天奇 这就是你引致我跟他攻击谋反的理由 你让一口气除掉我们两个仇人 他满口谎言就证明了他俩是同谋共伴 我没有说谎 当时我身上种满了岳天奇射的毒箭 不得已才还击的 荒唐 世人皆知我岳家的毒箭 一支就足以致命 我儿子跟我一样是神射手 如果像他说的那样 他身上种满了毒箭 早就进了殷朝地府 他还能在这欺瞒韩大人吗 正相反 殷城之所以没有死 他还能站在这里戳穿你的谎言 因为他遇见了一位神医 韩大人 请传证人 童父儿他早就在外面等候了 来啊 传证人 传证人 童父儿 传证人 童父儿 你叫什么名字 纪将军说你是来做证人的 民女童父儿 曾亲手救治过浑身中了毒箭的金城 我手中的这段箭 就是由金城身上取下来的其中一支毒箭 上面有岳家的标记 岳王爷 也请您仔细过目 这可是贵府的箭 是我岳府的箭 不过 谁能证明 是从这小子身上取下来的 民女跟随家父行医多年 的确有能将剧毒逼出体外 让致命的伤势 其死回生的能耐 民女可以证实 岳王爷残暴跋扈 他绝对不会放过报复金城的机会 才会污止金城与季将军 勾结犯案 岳婷 你分明和金城有如此深的过节 却皇称和金城素不相识 可见今天 你在公堂上所说的一切 都不足为信 全子已经意外身亡 这个世上还有谁 能证明我说的是谎话 我能证明 站住 站住 带他上场 爹 对不起 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我叫岳天灵 是被他所杀的 岳天齐的胞弟 岳王爷 唐下这个青年真的是令狼吗 我大哥却被金城所杀 我爹更无时无刻想杀了他为大哥报仇 我不承认这个聂处是我的儿子 我更不承认我说的是什么谎言 除非 他再挨我一剑 又有人能治好他的伤 我就承认是我诬陷了他 你 隔济人节 杏月的毒箭是要不了我的命的 那么多毒箭都奈何不了我 我就再挨你一剑 用性命来拆穿你的谎言 不要啊 你怎么能用自己的性命跟他赌呢 我是把性命交给你 因为我信任你的医术 我是不会死在他箭下的 我会活着跟你一起 揭穿他所有的阴谋 那 韩大人 这两个人一派胡言 也一个字都不足采信 童姑娘 要是无人能证明 金城确曾挨过岳公子的毒箭 那么你所说岳王爷 一心想报复金城的说法就毫无根据了 我随时准备着韩岳家的毒箭 别说是一箭 就算再多的箭 不行 这是毒箭 就一箭 多半箭 也不行 秦大人务必给我足够的时间 玄秘导致箭上的毒锋 好 本府一定会给你充裕的时间 岳大人也请准备好 静候本府通知射箭的时间和地点 先犯金城押回大牢 退堂 金城 出来 走 新闻 他们不停 还是落不掉 我怕你 伤口 忠实 卿 少年 像 罪 监 凯 john 嗯 老